再來 便衣刑警圍在門外 拿出破門機具用力敲 放下 放下 怎麼辦 只見裡頭的嫌犯都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壓在地上 他就是主嫌 負責製作安非他命 還找來他們來看守 一看到陌生人 廢叫聲沒停過 狼犬臟骯禁食之 增加警方搜證難度 而他們相當狡猾 藏身在養雞場製毒 製毒工廠位在桃園楊梅區 明安路一處 位置偏僻 還企圖用機食味掩蓋製毒的惡臭味 主嫌是兄弟黨 哥哥是天道盟正義會成員 找來兩名提供場地的朋友 不法長達半年 現場也被警方查扣市價近五百萬的安毒 檢方將涉案四人依法起訴 因為這個徐姓這個製毒兄弟 過去有參加這個桃園爭議會的 一些討債的這個活動 那警方不排除這批毒品 跟黑道有關 嫌犯的製毒裝備相當專業 其中這個機具可以控制壓力和溫度 減少原料耗損 只是最無辜的恐怕是肌寮內的母雞 不僅忙著下蛋還得吸食毒氣 健康恐怕大受影響 暫電新聞到達成林玉君 桃園採訪報導